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做事有压力 跟家人相处不了 又有戀愛問題 生活上有這麼多問題 聖經是否真的可以幫到我呢 聖經實戰功略 由七位牧者專攻不同過題 和你用聖經找出生活必勝記 聖經實戰功略 面對信仰 不少人有疑問 也有人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黃玉才牧師 就回歸聖經 和大家思想 上帝最原先的真理 我都聽過不少人說 其實 做基督徒 都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有很多稱自己為基督徒 其實他們的行事為人 和普通人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甚至乎更糟糕的都有 自然有很多人會問 其實這個宗教信仰 對人的生命有什麼幫助 我想這個指控可以理解 但是我們可以從另一個 日常的例子裡 可以去想一想 就好像如果我們入到一間醫院 我們就見到裡面有很多的病人 所以我們就叫院長出來 然後就跟他理論這樣說 院長 你這是什麼醫院 為什麼醫院這麼多病人 他們醫不好的 離親的都是不出去的 我想這種指控 都不是這麼公平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醫院裡面固然 真的有人會因病而離世 但是都不少 是被醫好的個案 平平安安地離開 因為我們知道 醫院 醫護人員和藥物 固然是可以幫到人 但是我們的健康 也都會被很多其他的因素 所蠶食 就好像我們都知道 食蘋果肯定是對身體有益的 但是在食蘋果的同時 你又吃很多對身體無益 甚至乎是帶來損害的食物 以及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 蘋果對你的幫助 都不會是很大的 信仰我們相信 它真的會扭轉一個人的生命 但是如果在我們的生命 又同時的 存在了很多 我們不想被改變的部分 這個信仰 似乎 又不會在我們的生命 產生一個很大的變化 在聖經 在《馬太福音》第十九章 記載到有一個青年的才主 你就去找耶穌 聖經說這個青年的才主 其實他都是非常之認識這個信仰 而且亦都是很毀身的 因為當耶穌問到他律法的教導的時候 他不單止是答得很清楚 他還說這些我從小就已經遵守了 即是說這個年青的才主 在今天的術語來說 都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基督徒 再加上他是有錢 即是說客觀環境 條件上都是非常之優厚的 而耶穌聽到他這樣去回答 和他自小就遵守了律法的教導 耶穌都說他很欣賞這個才主 但是當耶穌挑戰他 說如果你要跟從我 就要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 就有財保在天上 當聽到耶穌這樣說的時候 這個年青的才主很可能面色都變賣 因為他沒有想過原來去認識這個真理 是要付出一個這麼大的代價 在他找耶穌的時候 他很可能就是想 其實我都是一個相當不錯的 一個信仰的追求者 他很希望在這個拉比的身上 得到肯定 肯定他所追求的 他所努力的 是正確的 是好的 同樣我們很多時候去尋求上帝的時候 都是很想上帝來去認可我們的人生 我們很想上帝跟我們說 你這樣做就對了 你照做就可以了 上帝會祝福你 上帝會保守你 所以我們是要一個能夠去豐富我們生命的信仰 但是很可能 我們就好像那個年輕的才主一樣 沒有計算過 原來我們的生命是需要作出一個這麼大的調整 現代人很多人對信仰的理解 可能是一套的思想 可能是一個豐富生命的一個途徑 或者是能夠帶給人平安 帶給人心靈滿足的一個方法 所以很多人去找宗教信仰去尋求真理的時候 他們沒有預算過原來最重要的那一步 如果信仰要在他的生命裏面 產生一個劇變的話 他就是要將他過往裏面對信仰 對生命 對自己的認識 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但是由於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 所以很多人就跟上帝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就是犯下教會 參加一下聚會 在別人眼中都算是一個不錯的基督徒 過了人過了自己 那就算了 但是沒有真誠地預備過 在生命裏面作出重大的調整 就好像這個年輕的才主一樣 那是不是耶穌那個的教導 遇見耶穌的人都不能夠帶來生命 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呢 其實也不是的 聖經福音書裏面講到另一個的才主 他是一個瑞利來的 他叫做薩蓋 他同樣都是很貪淺 他貪淺到一個地步 得罪了身邊很多的人 很多人都不喜歡他 所以當耶穌說要去到他家吃飯的時候 周圍的人都去窺探他 就看看這個這麼要得的人 究竟能夠跟耶穌有些什麼互動 會帶來一個什麼的結果 大家很好奇 但誰知道在吃飯的時候 這個本來是很貪淺的薩蓋 就站起來 跟周圍的人說 你不要用這樣的眼光來看我 和看這個膚子 因為我在他身上 所經歷到的這種接納 讓我去明白 原來我一直在得罪上帝 他沒有明明這樣說 但是從他的反應 他說他將他所握的錢 拿出來 而且四倍歸還 以前他欺騙的對象 從這裡可以見到 他的生命 是作出一個非常之大的扭轉 而且他是預備 願意付一個極大的代價 就是放下他過往很貪愛的金錢 所以同樣是財主 同樣是遇見耶穌 有一個他的生命 因為不想改變 所以耶穌都不能夠 在這個年輕的才主身上 造成一個很大的轉變 但是相反 在那個薩蓋 同樣是很貪淺的人身上 因爲耶穌的接納 因爲他認識 這一個願意去就近他的耶穌 殺害的生命 得了很大的改變 甚至乎將他過往 最珍貴的 最貪愛的金錢 都奉獻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見到 究竟今天你追求信仰 你認識聖經 可能你知道的不少 可能你嘗試的都有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一樣 就是你是不是預備好 你的生命被上帝去改變 以叫到我們的生命 真是來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 這裡 他們在想要在這兒 看看會不會到這兒 我們怎麼怎麼回事 都知道 有沒有人的信仰